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開箱這個 在眾籌網站 Kickstarter 中找到的 USB Hubs 為什麼一個 USB Hubs 都可以在眾籌網站中找到 它有什麼特別呢 這個 Hubs 的外貌和用料都不錯 全金屬機身 面板位置用了強化玻璃 不容易刮花 大家也可以留意到盒面寫著 Beta version 這一個是廠商寄給我的工程樣本 還未是 Final 再看下面的功能 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有一個顯示屏 而這個顯示屏可以顯示你插內裝置的一些資訊 另外這個 Hubs 也支援 100 火的 PD 充電 另外它也支援 HDMI 的輸出 另外也包含有 Card Reader 的功能 最大支援 2TB 的卡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立即開上來看看 緊張時刻來到 打開裡面究竟會看到什麼呢 一拖出來之後 第一件事就看到它的說明書 裡面都很詳細地講解了 Hubs 的用法 接著就是 Hubs 的主體 Hubs 的底部還有一條接線 我們拿出來看看 這一條是 Type-C 的接線 一頭有 Dot Case 的 Logo 線的一端就寫著 100 火的 PD 而另一邊就寫著 10 個 Gigabit Per Second 這條線的品質應該也是不錯 再看看 Hubs 的本體 整個 Hubs 也是有金屬組成的 摸落就冰冰涼涼涼 後面就有一些參數 Hubs 的底下有四隻膠腳 防滑的 先把保護膠撕開 我們就看到面板位置 用一個強化玻璃去保護 中間有一個彩色屏幕 一邊有兩個 USB 3.0 的接口 一個 HDMI 和一個 PD 接口 另一邊就是一個 SD 和 Micro SD Card 的 Card Reader 一個 3.0 接口 加一個 Type C 接口 在最側面 另外廠商還寄了另一盒線 打開來看看 一拖一盒出來 就看到這條線非常之特別 其實這條線是一條普通的線 不過就除了外面的膠套 讓大家很清楚地看到 線內的構造 大家可以看到 DESIGN IN HONG KONG 大家都可以看到 兩條線的長度其實是一模一樣 另外我們看看一條線的一些用料 原來我們看到 在其中一端的插頭 就有一顆 Chips 現在就插一條線去試一試 一開機就看到有個 Logo 有句歡迎自據 接著就進入主介面 現在我們立即再看一次 Zoom 近一點大家就清楚了 看到一句文喉語 接著看到主介面 上面寫著PD的位置 就是5V 2A 其實就沒有充電狀態 電腦給予電的Hubs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的電腦支援一些比較大的輸出 例如電腦大那一部 5V 3A 另外有顯示有沒有插到 有沒有插卡 有沒有插USB都顯示了 我把這張Micro SD Card 插到 Card Reader 看一看 一插後 就看到TF Card Inserted 這樣 所以這個顯示器 就很方便 看完你究竟接著什麼 接著的狀態是如何 都可以 這次的 Card Reader 同時支援插兩張卡 即是一張Micro SD加一張SD 兩邊還可以互抄 但是速度會慢一點 我現在就測試一下 由我這張Sony SD Card 將檔案抄出桌面要多久 一個500MAP的檔案 眨眼一兩秒便可以抄完 我試一個大一點的檔案 就是這個大約有一點幾GB的檔案 抄出去的時候 大家都看到速度 80多Mbps 也是不錯的 另外 我就在Micro SD Card 抄一個檔案 大家都看到 這張卡慢一點 但抄出去的速度 也有60多MAP Card Reader 部分 非常不錯 當然 它不支援Sony那張卡 它本身的300MAP速度 只是支援最高90MAP 接著就是充電的測試 我用我Notebook的原裝火牛 插進去PD的充電口 大家看到在螢幕上 顯示了支援的電壓和電流 另外現在寫著20V 2.75A 即是55V的充電功率 非常方便 大家看到插進去的火牛 其實支援幾快幾萬 接著就測試用不同的USB裝置 插進去 就是一個鍵盤 插進去 插進去後 就會看到USB 2.0的速度 有顯示著2.0 480Mbps 另外也試試用這個SSD插進去 插進去 插進去後 就看到顯示USB 3.0 但隨即看到就跌到2.0 這個Hubs其中一個功用 就是檢查你的線 究竟是否安全 連線速度是3.0 還是2.0 譬如我現在插得不好 再插進去 再插進去 大家看到 又變回3.0 很穩定地繼續使用 接著就立即測試 這個USB 3.0的速度 在這個SSD裡 抄出一個大檔案 大概是5.6GB 很快就抄完 速度到這個SSD的極限 大家可以看到 5.6GB的檔案 很快就抄完 速度到這個SSD極限 就是380Mbps 大家可以看到 5.6GB檔案 這麼快就抄完 這個USB Hubs的效能 也是不錯 現在再試試這隻USB手指 看看插進去 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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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如何 我這隻USB手指 速度 不是特別快 100-200Mbps 那些級數 我們就試一下 速度 看看可以不可以 現在就嘗試 在這隻SSD 直接把檔案抄到USB手指 大家可以看到 一按下 500Mbps的檔案 轉眼間就抄完 大家是不是很想看 速度 我們再試一次 預備 3 2 1 開始 大家看到 接近200Mbps的速度 寫到手指 接駁到螢幕的部分 大家要留意 首先 你的Type-C頭 要支援螢幕 它才可以轉到HDMI 如果你本身 Type-C頭 是不支援輸出 做螢幕 插進去 都會認不到螢幕 試一試 插進去 我這個就是HDMI 接駁下去 我的電腦 會支援螢幕 一插進去 看到螢幕的所有資訊 連製造日期也有 所以非常誇張 亦都寫著 顯示插進去 連寸數也看到 24寸 對這隻 恰時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看下影片描述 Kickstarter 的連結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按個讚 另外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通知 下次有新影片就會有通知